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大家來到學長的頻道 我們今天要結合學長開箱和開封組攻略 來為大家介紹一下手搖磨豆機的基本使用 那我們今天手上有26款HALEO的手搖磨豆機 最後面學長會跟大家介紹一下它的差異性 前半段我們先跟大家聊一聊手搖磨豆機的一些基本概念 好 那我們今天就以這支HALEO新的磨豆機來做示範 那一般來說手搖磨豆機它的搖臂的部分一般是可以拆開 但是它的調整研磨度的方式有些是在上面調整 有些是在刀盤的這邊調整 當然現在也有一些新的機種它是可以直接在外部調整的 那我們今天介紹的是一個比較基本的機種 像這個機種它就是在下半部進行研磨度的調整的 像這種就是在上半部要從這邊旋轉進行調整 待會我們會詳細跟大家講 那這種手搖磨豆機最重要的部分就是 你一定要記住你的研磨科系度要調到多少 這也是大家比較困擾的問題 那我們要怎麼樣做呢 好 給大家看一下這些刀盤 原則上這種刀盤它上面都不會有明確的研磨度 所以我們以前可能很多人會覺得說 那我怎麼調整呢 可能就要調幾圈啊或是幾格啊 這種比較模糊的方式來幫我們做機衣 但是學長其實建議大家 我們可以利用一點小工具 就是使用力可法案 來幫助你做比較精準的研磨度的校正 好 怎麼做呢其實非常簡單 原則上這樣的刀盤上面都會有一個 像是螺絲一樣的東西 我們把它轉開看一下裡面的結構 然後轉開來以後呢 然後這邊會有一個內圈的刀盤 然後這邊有一個外圈的刀盤 那一般就是三個結構 大部分都是這樣 那我們要怎麼樣進行第一次的校正調整 第一次最重要 方式很簡單 剛開始你要先把磨豆機裡面先清乾淨 那像這種是陶瓷刀盤的 你可以使用隨洗的 那我們今天就不隨洗 我們今天直接用毛刷 先把它裡面清乾淨 這個部分我們盡量把它清乾淨 好 因為殘粉呢 可能會讓你的剛開始密合度 沒有那麼精準 所以我們剛開始盡量把裡面的 一些殘粉清乾淨 好 然後確認你的刀盤上面呢 都沒有殘粉以後呢 就把你的外圈刀盤跟內圈刀盤 放進去以後 然後呢把你的螺絲呢 懸上去 然後懸到什麼程度呢 懸到完全不能再懸 完全吃到最緊密的地方為止 好 這樣轉 好 轉到 你覺得再轉下去 你刀盤可能會 碰撞到的時候 就不要再硬轉 緊緊的就不要再硬轉 那這時候怎麼辦呢 這時候呢 你就任選 任何一個位置 任選任何一個位置 然後把你的力可白拿起來 然後呢 譬如說在這一個 這個螺紋的這個點 然後還有內刀盤的這個點 跟這個點 這1 2 3個點 你覺得 你喜歡這個 你就用力可白把它點上去 做一個小小的記號 這邊也點 內刀盤 然後外刀盤也點 好 然後這個點的部位呢 是不會影響到你咖啡豆的研磨的 所以你不用擔心 會吃到力可白 是不會磨到OK 然後呢 這三個小小的點 就是你的初始位置 就是你0圈的位置 那知道怎麼辦呢 OK 你知道0圈的位置 那你就可以開始 測試你需要研磨度 譬如說 像我剛才測試一下 這個磨豆機呢 我大概是一圈到 一右四分之一圈的時候 是比較適合 我平常充足研磨度 擺一點點繞一圈的時候 就等於是一圈嘛 這樣等於說 你就自己有自己的刻度 你就不用每次都憑感覺 然後每次都不准 這樣是不好 就說OK 好 我就把它轉鬆 然後轉到 白點呢 重複一次的地方 就是第一圈 然後呢再轉 四分之一圈 OK 好 這兩個白點 這兩個白點呢 差90度 就是一右四分之一圈 你用這種方法呢 你就不會擔心 不用擔心說 你下次要洗它的時候 或是拆妝它的時候 又忘記你的研磨度是幾圈了 這樣子 你要一直調整是很麻煩的 那如果 譬如說假設 我們現在點點已經點好了 但是呢 如果我要 清洗它 或是你要拆妝它的時候 OK 可以看 我們把它拆妝下來 好 然後這是螺絲的部分 然後內刀板和外刀板 你現在拆掉了 但是呢 如果你下次要鬥回來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看 上次的點點在這裡 然後外圈的點點在這裡 然後把內圈和外圈的點點呢 對上以後 然後呢 再把你上次剛剛的螺絲呢 再轉 再轉到 最緊的部分 然後呢 應該是能夠把三個點點都能對齊 對齊齁 OK 剛剛說一右四分之一圈是你的最佳眼磨度 一樣齁 就轉開 轉鬆 一圈 再轉90度 就是一右四分之一圈 OK 這樣就能夠確保你的手奧磨豆機 每一次的研磨度 都是精準的齁 因為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 就算是手奧磨豆機 你還是會有 需要調整的時間點 你不是說手奧磨豆機 因為你 比較難控制研磨度 你就不調整 這個觀念是完全錯誤的 你一定要 盡量的去使用你的研磨度 比如說OK 你現在一右四分之一圈 覺得 風味還是偏大了一點點 你可以調到 一圈 或者是一右四分之一圈 跟一圈的中間 變成一右八分之一圈 只要你有做好你的點點的話 你要多調整半圈 或是甚至八分之一圈 這麼很細的 你都是很容易上手的 所以這類型的磨豆機 記住 沒有刻度的情況之下 你要利用自己的工具 來幫助你做 研磨度的調整 這樣子就可以掌握好 你的手奧磨豆機的研磨度 OK 那這是最基本的 手奧磨豆機的使用規則 OK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為大家介紹一下 HARIO這幾款 雙磨豆機 好 首先是這一個系列 這個系列算是HARIO 非常非常熱銷的一個系列 因為它很輕 而且很小 算是很入門的幾種 OK 然後呢 可以看到它的 HARIO磨豆機 搖臂的部分 都是可以取下來的 讓你可以方便攜帶 那這 我們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這一個是舊款的 那以後即將要停廠 然後這個是黑色的 豆潮的 這是新款 然後這兩個款式呢 刀盤的部分是一樣的 但是未來這個顏色會停產 然後改變成這個款式 然後它的一點點差別就是 以前的螺絲的部分呢 是五角螺絲 未來呢 全部改成六角螺絲 但是這一點點差別 如果你沒有注意到 沒關係 我們主要看顏色就知道了 那這款磨豆機的刀盤的部分呢 也是從下半部調整研磨度的 那這種都是追刀的 小追刀的結構 然後這是一個五星刀盤 我們叫做五個螺絲的部分 我們叫五星刀盤 這是一個 它有最基礎的 最入門款的磨豆機 那也算是非常樂銷 五星刀盤 然後第二款呢 就是第二款樂銷 就是這個系列 這個系列呢 跟其實它的刀盤 跟這個是有一點點不一樣的 然後它的尺寸上面稍微大一點點 而且它的結構方面呢 它的調整研磨度 從上面調整 好我們可以把這個蓋子打開 然後呢 調整研磨度的時候呢 需要把這個 先轉開 這個有一個螺絲 然後轉開以後 把你的搖臂拿下來 這個拿出來以後呢 就旋轉這邊這一個鐵片的部分 一圈、兩圈、三圈、四圈、五圈 這樣就可以調整 那當然你剛剛使用力可白的方式 也可以使用的 所以力可白就點在這個位置 然後點到下面這個螺旋的位置 兩個部分點下去的部分呢 也是一樣可以控制好你的研磨度的刻度 就是一樣算全數 然後呢 我們看一下它的刀盤的部分 好刀盤的部分呢 當你把所有的 轉到最鬆 把這個轉到最鬆 這一片拿下來的時候呢 這個是一個 也是一個五星刀盤 如果這個刀盤呢 稍微比 剛剛這一款的刀盤 稍微大一點點 那其實非常接近 非常接近 都是陶瓷刀盤 也是個五星刀盤 但是它有一個軸層 是附在上面的 這個外刀盤的部分 是沒辦法拆裝的 如果你要拆裝的話 必須要把螺絲轉下來 那一般我們不會建議你把它轉下來 就不太需要的 OK好 那這個是這一款 魔鬥機的結構的部分 那目前呢 手上的這兩款 這個是比較 顏色比較淡一點點 這是全黑的 這個也是舊款 那以未來 都是用這一款的 那這一款 新款跟舊款有什麼差別呢 在於是 裡面多了三根膽片 這三根膽片 可以讓你的豆子不要一口氣 全部落在刀盤上 你在研磨的時候 就不用一口氣 磨那麼多的豆子 那你相對來說 費的力氣就會比較輕鬆一點點 所以新款式跟舊款式呢 刀盤還有結構部分都是接近 但是就多了一個膽片 讓你研磨起來 比較不費力氣 然後第三款 就是這一款 這一款呢 其實這款算是 第一款跟第二款的複合體 因為它的下半身 這邊玻璃的部分呢 跟這一款是一樣的 但是它上半部的刀盤 是使用這個刀盤 所以這個可以有點像是 這兩款式的複合 然後你看得出來 調整的方式是一樣的 所以如果你喜歡這樣的造型 但是你比較喜歡用這種方式 來調整研磨度 就比較輕鬆一點 比較簡單一點點 但是又想要這個造型 或這個大小的話 可以考慮這一款 然後最後呢 是這一款 這款是目前 Hario最新款的磨豆機 那它也是採用 跟第一款是一樣 從下半部去調整 研磨度的方式 那這一款呢 也是目前 Hario的全系列裡面 唯一一支 是連機身 加磨心 加刀盤 全部都是 純日本 製作的 所以這一款 單價就會比較高 那 但是其實Hario的磨豆機 單價都 很 平易近人 那我們 官方定價這一款 大概一千塊 這一款大概是 一千一 這一款是一千二 這一款是一千六 那其實單價都是很低級 那我們最後呢 我們使用這個磨豆機 來為大家充足一次 那我們 研磨度的部分呢 我先選擇 一右四分之一圈 一右四分之一圈 好我先把它調到 最緊 OK好 調到最緊了 然後轉開一右四分之一圈 好往鬆的方向 轉一圈 再轉90度 就是一右四分之一圈 然後豆子的部分呢 我已經秤了秤頭 因為我們今天用大的Hario 所以我用30克的豆子 30克的豆子 好剛剛好這個磨豆機 大概可以 最多可以用到35克左右 對 所以兩人份到三人份呢 是完全沒問題的 那我們研磨的時候 其實也不用太緊張 也不要使蠻力 就是剛開始第一下 會比較緊一點點 然後後面轉順了以後呢 就會 越來越好轉化分子 然後順順的轉入而已 然後兩隻手呢 可以 讓它保持一個規律 對於你的研磨品質呢 還是多少有幫助 不要一下這樣轉 一下搖一下這樣搖 其實就這樣順順的搖就好了 對 好 好 這樣就研磨完畢了 然後研磨完畢以後 稍微敲一下 我們的磨豆機 讓那個咖啡粉的規溫 落到粉杯裡面 OK 好 這樣就完成了 好 30克的粉 好 準備開始沖煮好 好 剛開始我們要拍一下粉 然後使用的水溫呢 是90度 那我們今天搭配刷磨豆機呢 使用推粉法 那我們就開始沖煮了 那我們使用30克的粉 所以燜蒸的部分 使用60CC的水 好 中間多一點 好 60CC的水 然後悶蒸時間呢 是30秒 那如果你在沖煮過程之中 發覺你的水 悶蒸狀況很不好 譬如說不會很膨脹 然後一直有內陷 內凹的問題呢 有可能是你研磨度太粗了 或者說如果你在給水的時候 發覺說你的水 都不會吸到粉裡面 一直往邊邊四散 有可能是你的研磨度太細了 那你就要稍微調整一下 那調整原則上 剛開始可以四分之一圈 然後等到你差不多研磨度的時候 就可以用八分之一圈的方式來做調整 基本上就準了 好 接下來我們推粉法 好 中間等爸爸大泡泡出來後呢 往外繞 好 給到 200cc左右 200cc到220cc都可以的 然後你的粉層就會 往你的杯壁上面浮貼 那我們30克的粉 目標是450cc 所以我們後面還有 200多cc 220cc左右 那我們每一次呢 給70cc分三次斷水 那我們稍微做一點尾巴的部分 因為V60流速還是比較快 好 那快流乾的時候一次是70cc 然後水給大一點沒有關係 因為是大濾杯 好 給70cc 好 全部流完 再給第二次 從中心點往外繞 中間給水給稍微多一點點 那你不要太誇張 讓你的粉層浮起來以後 再往外繞 好 第二次 好 給中間 好的 粉層浮起來 往外繞 70cc 好 好 等到第三段流完 好 再給70cc 中間 往外繞 好 完成450cc左右的水 好 等到流完呢 我們的 推門法就完成了 那手要不動機 其實也是一個很方便的工具 大家一定要能夠掌握它的使用的方式 這樣你才可以減少你的使用上的障礙 還有不明確的地方 這樣才能真正正正的讓你的雙摸摸機的價值最大化 OK 好 那我們今天的咖啡沖煮攻略 還有學長開箱混合的這一期 就到此為止 那如果各位喜歡學長的頻道的話 可以來訂閱學長的頻道 或者是有任何問題的話 可以留言 學長還會找時間回答你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此為止 謝謝大家 掰掰